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如何可以创造我们生命中 所想要的人事物 我今天也邀请到了一个 很棒很棒的老师 要来跟大家认识 他这28岁就开始知道 自己的天命是什么 各位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到现在 还不知道自己的天命跟天职 但是这个老师 他28岁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 如何可以从一个乡下的小孩 现在变为全世界 非常知名的一个妇女 一个协会的 最主要的一个干部成员之一 他如何乐观地进取 发挥他生命的影响力 发挥他的魅力与说服力 我们待会就可以一起来认识他 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要跟我一起来分享 创造生命中所想要人事物最厉害的老师 吴美玲老师 嗨 定奇老师 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合作 带给所有的好朋友最棒最激励最正向的影响力的一套有声书 哇 一听到美玲老师的声音 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情 有活力 有影响力的人 而且他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是充满着笑容 而且每次看到他的人 包括我自己 都会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 我觉得一开始的创业 就是告诉自己 这是我一辈子的天命 也是天职 所以我会做一辈子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创业的时候 我的学生还问我说 老师你几岁要退休 我回他说我不会退休 因为这是我这辈子来地球的任务 我很清楚 我一辈子都要在台上分享好知识 分享善的观念 好的理念 给别人智慧跟精欲良言 因为我自己都知道 有时候一句温暖的话语 有时候一个非常好的座右铭 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一辈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告诉我的学生说 我一辈子都不会退休 即使我年纪再大 我都可以像现在 录有生书来跟朋友们分享 好观念 好想法 个人的成功经验 或者是经验过的故事或案例 这也是我很高兴 我自己可以在这个地方 为大家贡献跟着力的地方 那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 你如何可以创造出 1800多场的机会跟记录 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让人家一直愿意 来邀请你去做这个演讲跟训练呢 这要从我自己的任务 使命感来谈起 我记得我一开始想要当讲师 是从我自己的成为学生的时候 我自己在台下的时候呢 被台上的老师感动 你知道吗 那种被感动的感觉 你会头皮发麻 你会眼眶呢 不自觉的就含着泪水 鼻子塞住 喉咙哽住 整个心耳蹦蹦跳 全身的鸡皮疙瘩都窜起来的 心胸口不断不断的起伏 就会觉得好感动 好感动 这感觉还真的真的很美妙 我就告诉自己说 以后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到处去进行法布时 告诉很多的人 让他们的生命 也可以惊艳到这种被激励 被鼓舞 所以我的那个基本信念就是 只要有人要听 我就要去讲 只要有人想要我 我就去贡献 因为我认为 一个人的价值是来自于 他对别人奉献的多少 不是他所得到的多少 这也是我为什么 可以在这段时间 创造出这么多的场次 这么多学生 跟主办单位的邀请 我也非常感恩 有他们的支持 所以我可以今天 在这里跟你分享 这个秘诀 所以美玲老师听起来 就是你心中 所想要的信念 去吸引到那一些 跟你有同样信念的人 他们来邀请你 所以你今天 会有这样的记录跟结果 其实是你创造出来的 绝对是的 因为自己想要 你就会希望 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自己呢 这个念头 就会认为说 今天台下的人 与我互动的人 他一定是上帝的安排 老天的安排 所以我们才可以 在这里结缘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十年才修得同船度 假设呢 这个人跟他 从巴黎到淡水 十二分钟下了船 谁都不认识谁 他们要搭同一艘船 是要修十年的 那如果今天有人 在台下愿意听我诗 十分钟 六小时 三小时的演讲 那代表我们的缘分 是够深够长 我把每一场演讲 每一场授课 都当成我跟这个人 生命的结缘的第一次 唯一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也因此 我会在台上 让自己发光发热 尽量的发挥 自己的影响力 来 给出好能量 让这些人 有所收获的 带着满意的笑容 来离开我 这是我之所以成为讲师的使命感